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青空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 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夜 惊 混 雷昂在混乱的疯人院中遇到了雷里 在与雷里的不断接触之中 雷昂对雷里产生了好感 但是雷昂发现雷里非常古怪 雷昂跟着雷里来到了一间病房 这时已经是晚上 医院里异常的平静 病房里有两个病人 一男一女 雷里好像在干些什么 来 亲爱的 喝点水 喝点水 你会好受一些 啊 玛丽 宝贝 你也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 我究竟更爱你们哪个多一些 亲爱的 你知道前天晚上的大火 我是多么的担心 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做 嗨 玛丽 如果有一天你们好了 不知道会不会让我继续爱你们 我真的很矛盾 我不知道该不该让你们恢复原样 我相信等不了太多时间 我会带你们离开这里 永远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鬼地方 在与雷里共同对付巨型蜘蛛的搏斗中 雷昂和雷里建立了某种默契 雷昂 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一会有人来 什么也别说 可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 我只知道你非同寻常 谢谢 以后请千万不要爱我 千万 我 我可以偶尔想你吗 不 不可以 你最好把我当做一个陌生人 甚至恨我也可以 为什么 你不喜欢我 但是你不能阻止让我喜欢你 不可以 你不明白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雷里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那个电话号码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但我可以保证你以后的安全 雷里 不要爱我 雷昂在检查能源空间站的时候 发现了正在窃取能量的雷里 但是雷昂最后放过了雷里 而自己却陷入了绝境 雷昂站在疯人院里 眼睁睁地看着特恩冲上的天空 却无计可视 他又陷入了另一个恐惧当中 但是雷昂已经无路可退 他想 只有找到一个什么可以证明这个阴谋的证据 送到火星新全民委员会 才能从心理上 对特恩有一个交代 正在这时 疯人院突然找起了火 雷昂突然想到了他的姐姐和母亲 还有那些病人还在医院里 雷昂迅速地回到了地上二楼 雷昂喊着母亲和姐姐的名字 混乱的人群将雷昂挤到了离母亲更远的地方 雷昂奋力挤了进去冲进了病房 母亲已动不动地坐在床上 他的姐姐好像还在睡着 雷昂迷不及细想 将他们放在了推车上 便离开了地方 雷昂终于离开了医院 来到了医院前面的草坪上 雷昂忽然发现 睡着的姐姐有几绿红头发 从睡袋中漏了出来 雷昂打开了睡袋 雷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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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怎么会来到这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糟了 Hen 还有Mary 我要去找他们 Fay Mary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 没有时间了 雷昂冲进了疯人院 雷昂也跟了进去 两天以后 一切总算恢复了瓶颈 医院的病人几乎没受什么伤 因为他们是没有情感的疯子 索性没有出现其他的事情 警方和院方安排好了他们的一切 雷昂晚上八点半又来到了医院 来看他的家人 突然他发现了Laylee Laylee为什么总来这儿 雷昂跟着Laylee来到了一间病房 这时已经是晚上 医院里异常的平静 病房里有两个病人 一男一女 Laylee好像在干些什么 来亲爱的 喝点水 喝点水 你会好受一些 Mary 宝贝你也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 我究竟更爱你们哪个多一些 亲爱的 你知道前天晚上的大火 我是多么的担心 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Han Mary 如果有一天你们好了 不知道会不会让我继续爱你们 我真的很矛盾 我不知道该不该让你们恢复原样 我相信 等不了太多时间 我会带你们离开这里 永远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可以进来吗 Lion 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来看我的家人 你呢 我 我 对了 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 Laylee 你怎么看待这一连串的事呢 不知道 我很为我的朋友感到难过 我想你也一样为你的家人难过 Laylee 我觉得你很不一样 很特别 哦 是吗 我没觉得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 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是在打电话 我还记得那个电话 Laylee 我想单独和我的朋友待一会儿 好了 那我就不打扰了 Laylee 来到了母亲的病房 她打开了电脑 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医院的资料库 她终于找到了Han和Mary的资料 Mary 你 24岁 模特 没有双亲 只有一个妹妹 第一任男友叫Jack 一个工程师 第二任男友叫Paul 在Mary发疯后的第三天后 也疯了 被送到了首府的精神病医院 Han 男 26岁 足球运动员 最近的一任女友叫做Karisha 也在她发疯后的几天后 疯了 也被送到了首府的精神病医院 可这两份档案中都没有Laylee的名字 她和她们有什么关系呢 第二天晚上Layan又来到了医院 在走廊中Layan看见了Laylee 正在整理大发大把的玫瑰花 Laylee 嗨 买这么多的玫瑰花 不过很不错 医院里又生气多了 你忘了今天是情人节吗 怎么 你买这些花是送给谁的 是医院里那两位朋友吗 哦 我想他们一样应该享受这个节日里的玫瑰 虽然他们什么都感觉不到 Laylee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有一种类似猫头鹰的叫声 可是医院中怎么会有这种声音 你听 声音好像越来越近 好像是从 是从地下传出来的 这个医院下面有没有地道什么的 你听说过 Laylee 你看那边 那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根什么杆子 你闻到了什么气味没有 非常怪 一种鱼的腥味 还有肉腐烂的气味 我觉得是不是一种生物 生物 你说那是一种生物 一种巨型生物 除了恐龙 可是恐龙已经不存在了 蜘蛛 你看 一只巨大的蜘蛛 那才有一个小小车那么大 Laylee 来不及了 快走 不行 你先走 愿的病人怎么办 不能弄下他们不管 快 快将消防道里的高压水枪拿过来 不行 不行 千万不要激怒他 否则都会死 蜘蛛会吃人吗 蜘蛛老师没有教过你吗 蜘蛛是杂食类动物 你赶快打开医院的警报系统 让病人和医生给他失散 还有你 你呢 你做什么 我有办法 我是打开医院的防务器 你能找到吗 放心吧 我是国家高级程序物理员 这里有电脑吗 啊 怎么了 蜘蛛是杂食类动物理员 你没事吧 蜘蛛 你看 那个蜘蛛开始不死了 蜘蛛 蜘蛛 来不及了 巨型蜘蛛开始不断的吐蜘 手指粗的蜘蛛丝迅速的喷了过来 将蜘蛛和蜘蛛回来一起 这下我们真的完了 如果能和你这样一起死 也不算太坏 不 蜘蛛 我的头好痛 不 我说的是真的 虽然我觉得你不太一样 可是 我还是爱上你了 不听我说 蜘蛛 我感觉我的头真的很痛 现在来不及解释 请你不要再爱我 否则我会疼死的 可是 这 好吧 蜘蛛 你想不想死 谁会真的想死 我怕我会将你吓死 我不知道我要说些什么 但你一定要镇静 只要你不会将我送进那个又脏又臭的蜘蛛嘴里 利昂 你的手指还能动吗 好的 解开我的衣服 雷雷 有时候 其实 男人也很含蓄 不要废话 快 我想你想错了 在我的第一块肋骨下 有一个芯片 你将它取出来 然后找到医院的房屋系统 利昂惊奇的说不出话来 雷雷柔软的肌肤下 竟然有电脑芯片 也就是说 雷雷不是普通的 雷雷来不及细想 手指夹住了那块芯片 速速地进入了医院的房屋系统 卡着支柱的房屋动 已经快要过去的命中 警报声明分立一下 雷雷不准所处的位置 终于看下了 热臭 巨大的门烟 带着烧焦的热臭 充斥着整个大楼 利昂 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一会有人来 什么也别说 可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 我只知道你非同寻常 谢谢 以后请千万不要爱我 千万 我 我可以 偶尔想你吗 不 不可以 你最好把我当做一个陌生人 甚至恨我也可以 为什么 你不喜欢我 但是你不能阻止让我喜欢你 不可以 你不明白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雷雷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那个电话号码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但我可以保证你以后的安全 雷雷 不要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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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心 你不信心以后 雷雷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请讲 但是你必须向我发誓 绝对不能透露这件事情的任何风声 这有关整个城市的安全 好 我发誓 你知道不知道上一次在城市当中发现的一些巨型蜘蛛和巨型老鼠的事情 我知道 经过调查 这些都是因为城市里的光子反应堆里的能量可能有向外泄露的情况 这些受到辐射的动物就会基因突变 而城市里有些人也受到的影响 我们怀疑是光子反应堆里的程序出现了一些故障 所以这次派你去检查一下系统程序 你今晚就要进行身体检测 如果通过来就要许多 我会做好的 第二天 雷昂驻坐派通船 开往了城市上空的光子反应堆 几分钟后 雷昂驻找他 飞船离开了反应堆 下午2点30分 会准时来接雷昂回到地球 回到城市 雷昂第一次来到这个反应堆 他按照导师福开始检查这个反应堆的给程序 他忽然发现 这个反应堆里的能量正在迅速的减少 按照正常的规则 即使这个城市所有的航天工具和生活能源加起来 也不可能消耗得这么快 接着雷昂又发现 在能量流速表中 这些能量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减少 雷昂觉得 如果真的是能量泄漏 按照目前的速度 整个地球早就会毁于淡 他要查个究竟 于是他按照指示图的位置 飞到了那个地方 雷里 雷昂驚奇地发现 雷里居然在这里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雷昂 我真的不愿见到你 可是真的又这么巧 又这么不巧 我该叫你当作朋友还是敌人 随便你好了 也许你真的可以送我到末世纪的地狱 可以问你 为什么吗 你真的很想知道 我有责任知道 而且你也知道 我同样不愿意伤害你 我爱上Han Mary 哪一种爱 我想应该是 你让我头疼的那种 你同事爱上他们两个 是的 我很爱他们 所以 所以我决定要储存足够的能量 带他们离开宇宙 我真的不明白 这一切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是黑星人 黑星上所有的人 是二宇宙空间最文明的生物 创造出来的高级机器人 有血有肉 可以讲好几个宇宙的语言 有思维 除了几个主件 比如大脑 心脏 是电子芯片制成的以外 其他和你们地球人 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 我们最大的弱点 就是没有感情 因为在三宇宙 始终有一种说法 只有地球人 才是所有宇宙 真正的生物 因为你们有感情 不只是思维 因此 你们来地球 窃取感情 所以很多人都疯了 我们这样做 太残忍了 我的大脑芯片中被放置了足可以维持五十年的感情存储芯片 但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两个人的感情 因此 我同时爱着两个人 可是 别人不能爱我 这样 我会受到影响 这时气响了起来 我就要返回地球了 你快走吧 可是 你的任务没有完成 而且这一切有可能被B路系统拍了下来 不要管我 再也不要出现在地球上 雷里离开了 雷杨又陷入了一个低潮 一个不能再低的低潮 I was born from the sound of the strength Someone to give everything To be a song just for your feelings Close your eyes and I'll try to get in To waken your heart like the strength Cause I was born to touch your feelings Be free as the love's don't be sad Your time will come I'll make you feel it You're still up like the sun 播音统筹 东梅 现场控制 小影 录音合成 雅南 陆灵涛 剧中人物 雷尔由史涵饰演 Laylee由雨薇饰演 Ker由杨颖饰演 You've got your songs We are made for a while Just be away with our eyes You've got your songs We are made for a while 大惑不解 并且对于Tern的性别转变更是惊叹 但又一时想不起来 的确如此 的确如此 你曾经和一个医生去过那家风云院 就在事情快要成功的时候 你的朋友上天 你是Tern的朋友 朋友就是自己人 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了 三人因为共同的利益决定与黑精的头领 因决一死战 在交战的紧要关头 Laylee救了Leon一命 但是Leon却被迫关上了总程序 Leon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一个 与Leon一模一样的女人 而这个时候 电视一片雪花 请听科幻悬疑剧 梦境入侵 第四集 笑听世间百态 演绎都市情怀 挑战 真决定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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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